一塊剪朴木頭門牌 掛在幽靜的清華大學清華園裡的這棟閣樓外 雙頭刻著歸根據三個字 中文物理學家楊振寧與他的妻子翁帆 婚後在此生活已長達17年 身居檢出 以九個多月沒公開露臉 22日夫婦兩人終於亮相 一同出席楊振寧的百歲壽宴 只見一身紅色連身裙 翁帆搀扶著步履滿山的楊振寧 緩慢不如會場 45歲的他氣質依舊 或許正因為翁帆的低調 讓他顯得更搶眼 一如往常他們兩人長伴左右 恩愛如席 切蛋糕時更是食之緊扣 而楊振寧在宴會最後 也開心地致辭了10分鐘 我沒有想到 你們前到這麼多人 在這個新國農曆100歲的生日 雖以高齡100歲 但楊振寧說話清楚思慮清晰 這場以學術研討會知名的慶生 楊振寧竟能六個多小時全程參與 從在場的民眾手機拍下的畫面看到 翁帆默默在一旁聆聽 從無搶劲也總是把話語全於舞台 留給丈夫 讓外界更加好奇 婚後這17年她到底過得好不好 我一直覺得自己有一點 就是在象牙塔中的象牙塔 生活非常平靜很穩定 我覺得非常享受 不善交近 溫寧說她現在非常快樂 對婚姻生活樂在其中 兩人最常待的地方就是一樓客廳 她彈琴時楊振寧則安靜在一旁看書 彈琴家庭生活更喜歡兩人世界 為此他們更把2004年開始交往後 與婚後全部的出遊罩貼滿整面牆 最張是在青海湖我們也很喜歡 但最張在我們的家門口 就是那一天下雪 我們覺得很美 所以就在門口罩了一張 外界對一窺楊振寧夫婦的日常生活 原來他們在家竟是如此 形影不離 就連在公開場合 也絲毫不避諱眾人眼光 楊振寧對翁凡的情理稱呼 才會在一次看展覽時意外露現 原來楊振寧都叫翁凡Darling 且鼎你大名的科學家 也有個不為人知的小綽號 翁凡有沒有知道楊先生小時候的外號叫什麼 楊大頭嗎 這17年來 楊振寧在的地方就能見到翁凡 即使當初結婚時 就連翁凡的父親都用犧牲兩字形容女兒的這段婚姻 楊振寧雖不認同 外界的質疑與唱衰他們也從未理會 但有件事翁凡非常在意 我覺得假如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的話 他當然不會說你可以結婚 你可以再結婚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就代表你不愛我 當今天我們聊到的時候呢 就是我是感謝這句話 將來我不在了的時候 他還會要活好幾十年 畢竟已高齡100歲楊振寧深知自己無法陪伴翁凡到老 擔心離開後他得孤獨終老一生 加上自己身為公眾人物 連帶翁凡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關注 面對傳統社會的輿論壓力才這麼說 而如今生死在他們日常中早已不是經濟話題 他會說我可以替他看到天亮 然後有時候我們講話 他會說假如將來是這樣的話 你不要忘記告訴我一聲 曾形容翁凡是上帝給他最後的禮物 在2004年與高齡82歲的年紀 迎娶28歲的交期 讓楊振寧保守爭議 連帶他持有美國籍這件事也備受質疑 說我們當時這個就是要回來了 美國的總統渡了門就下一個命令 說是中國血統的人在美國得了博士學位 在理工科的不要讓他們回國 六年前楊振寧道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無奈 35歲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 一身成就很高 在美國待了長達58年 甚至入籍美國 不只父親非常不諒解 中國人對這位華裔科學家 態度也非常矛盾 普京早已回中國定居 楊振寧選擇在2015年放棄美國籍 落葉歸根 且在百歲之際 他對好朋友同樣中國知名科學家 鄧駕先說的這段話 等於也是昭告世人 他從沒背棄中國 我覺得今天五十年以後 我可以跟人家先說 你這個共同圖的圖 我相信你會滿意 回到中國後 他與愛妻回到七十年前 和父母一同生活的清華緣 過著甜蛋的退休生活 他深信不論外界對他的第二任婚姻 有多少的負面評價 三十年或者四十年後 肯定會認為這四段羅曼史 這段相差五十四年的婚姻 在歷經十七年後更顯一種歷間